上課的東西錄下來 確保你們 期末考前 我想你還是要把它看一下 你要不要能夠拿到這個學分 其實關鍵就是你願不願意去把我 而且我已經幫各位把東西記錄下來 我已經放在這邊 另外的話呢 我們的 那個雲端白板上面的也會有需要的程式 所以你其實你直接點那個雲端白板裡面的數學函數 OK 你也不要找錯 還問我說放哪裡 然後呢 數學函數裡面的那個 我們的數學函數的這個程式 你只要把它點擊 裡面當然就是我們上個禮拜的 這個是上上禮拜的 那上禮拜的部分的話 其實就在 教師研習這邊 這個字我還特別放大一點點 畫面還特別在這邊加一下 你至少就照這個方式 把它分別完成 然後 公式也在這邊 另外的話 設定一些保護 那設定保護之後的話 會有那個 取消保護 就是 ActiveSheets 點 Nprotect 就是把它取消保護 那輸入密碼 我是1234 預測是1234 那再把它 等於是你做完這些事情 因為這些事情實際上是丟公司到儲存格裡面 那後面其實這一段 後面東西其實是用貼的啦 所以因為如果說你用貼的啦 所以我後面我想說用貼的 我就沒有 把後面東西再加上去 那所以 這個 後面你就照著方法貼上去 這個部分呢 實際上 貼完之後再來修改 其實就完成 那這個地方的話 我們把重點再回顧一下 第一個當然我們就是 本來只有續舍二 裡面就是入門 那我們把續舍二 複製 用拖拉加Ctrl 上面再把它改成進階 主要是改這個 那有兩個老師沒參加 哪兩個老師呢 第一個跟最後一個 所以你把第一個跟最後一個把它刪除 重新編號 時數 都是 兩個小時 那有入門跟進階 續舍一是總表 總表意思是說我要把 後面這兩個的時數幫我加到前面 如果這個老師有參加 那請你幫我把這兩次的研習時數加起來 放在前面 這個邏輯大概是這樣啦 那做法其實就是我們講過的 當然你可以利用什麼 利用那個Sumif 其實都可以完成了 那這裡你會發現呢 這邊是因為已經 這個把它丟過來好了 你會發現這個這個地方 但是呢 我這邊程式是有做 保護啦 所以你會發現呢 目前 你郵標放在上面 你基本上是看不到 上面的公式 主要原因是因為我們在教育裡面有個保護工作表 我把它保護起來了 除非你去把它取消掉 他才有辦法看到 另外呢 他也沒辦法修改 所以比如說某個老師他想說 他沒參加 但是我修改一下 輸入一個五個小時好了 不過他會出現什麼 您嘗試變更的 儲存格是受到保護的 所以一定要輸入 要必須 到教育裡面 把保護 取消保護工作表 而且可能會需要輸入密碼 那所以這個地方的好處就是說 不能讓任何 其他人去變更 因為其實很多時候 資料做好 最怕什麼 被人家亂改 那改完之後呢 大家又不承認 是你改的 是你改的 大家都說不是 那怎麼辦 你就頭痛了 因為你做完之後的東西 你之前怎麼做的 有時候也忘記了 那就麻煩了 可能會有一些爭議性的問題產生 所以這個地方你一定要記得 以後你做完了資料 記得要保護起來 那保護當然分成兩個啦 一個是什麼 保護你的公司 一個是保護你資料 不能夠被篡改 除非 是什麼啦 你必須到教育裡面 把取消工作表的動作取消 那但是如果說有新人 他可能也會把他做取消啦 那取消的時候一定會跳出密碼 可是他如果不知道的話 他隨便輸入 他會出現密碼不符 除非是你自己啦 那我們這邊是1234預設的 那當然你就可以把他取消 取消完之後這邊呢 才會出現公式 另外呢 也才能夠針對這個公司去做變更 好 那主要我們是利用什麼三比幅函數 做什麼呢 Range指的是要查 查什麼呢 查在入門班裡面 這一個老師 就是B2 這個老師 他有沒有參加 所以會在哪裡呢 會在這個SHIT2裡面呢 去幫我找一下有沒有這個老師 所以上面是要找這個 這個老師的範圍 第二個是找哪個老師 那第三個是如果有找到的話 那去把他的時數給加起來 所以 當然邏輯有點像什麼 應該是先從這個開始 有點像 你要找的是哪個老師 去哪邊找 去上面這邊找 如果找到之後呢 幫我把 下面的這個時數給加起來 邏輯大概是這樣子 所以你可以當然 用一個理解的方式啦 然後你有沒有你會發現他在王庆路 這個老師 在這個 所以你會發現你選的是一個範圍 他一定是大瓜糊啦 在 SR裡面這個叫 正列 在這個正列裡面 他會一個一個去比對 如果有這個老師的話 他就把 對應的 一樣位置 對應的一樣位置 時數幫你加起來 加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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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 加起來之後 幫你丟回來 後來發現呢 沒有 所以零個 所以 那因為待會我們會需要什麼 向下 填滿 你將來大概需要 這個地方向下填滿 向下填滿我講過 他的 公式裡面 只要是數字的利好 都會自動加一 所以我們在前面加一個 加個錢的符號 所以在利好前面呢 加個錢的符號 那這樣確保什麼 他這個範圍 不會因為你向下填滿 而造成增加 OK 所以 這邊的話 把它鎖起來 鎖完之後的話呢 你按確定 那就可以把什麼呢 把那個入門班的時數加起來 可是 目前呢 只有加入門班 那如果我今天希望 怎麼樣 把那個進階班的加進來的話 我可以把這個原來的公式複製 加一下 貼到後面去就可以 但是呢 後面這個公式呢 你必須要 修改就是 本來前面是去的2 找的是去的2 那你這邊必須要把它改成去的3 意思就是我要找第3個工作表 範圍都因為 有兩個老師沒參加 所以我們這個地方的話呢 變成要扣掉兩個老師 本來16 把它改成14 那按確定之後的話 他就會把進階班的也加進來 OK 那就向下填滿 全部的時數呢 就全部加總腕 這上禮拜講的 所以把重點 講一下 因為我發現有些同學 還是會有漏掉的地方 可能有一些有時候謊神 要不然就是上課沒有很認真 認真聽講 或怎麼樣的 一下子我講了 結果你做了 然後你問我的問題 實際上 是我上課已經講了 那當然我會覺得你是 不夠認真 OK 所以盡量 上課的時候還是要認真聽講 你的問題的話 有時候 其實你只要認真聽講 像前面有些同學 非常認真 馬上做就馬上對 毫無問題 可能你如果有問題 應該就是那個 輸入時候的小問題 OK第一個呢 比較重要的是三米幅部分 第二個的話 就是我們如果要做成這箱按鈕 比如說清除 跟輸出 那不過輸出的時候特別注意 這邊會多增加一個什麼 多增加一個就是 動態的取消保護 跟動態的 先動態取消 那等到輸入完之後 再動態的 把它保護起來 所以這邊的話呢 要怎麼做這個 我們接下來 把這個重點回 複習一下 第一個 你可以看一下 清除的話 應該比較簡單 清除部分 密碼 我這邊也有加 好 那這邊的話呢 基本上 大概會有 幾個比較重要的 清除 記得 原來是沒有加這個 叫 Active Shift and Protect 把字稍微放大一下 因為看起來 撰寫風格 稍微放大一下 那如果說你要動態的 去把這個 工作表裡面的 保護取消的話 那其實你會發現 這邊需要把 這一行程式 稍微記一下 那其實也不用刻意預備 前面這個 Active 值得是目前 活動 意思就是 目前優比要放的位置 的 Shift 是工作表 指的就是這個東西 DNProtect 的話呢 就是 取消保護 意思就是說呢 它會動態的去把你這個 保護 把它變成 不保護 密碼就加在後面就可以了 如果說我要把它清除的話 那就是把資料清空 記得最後 再加一行 就是 再把它加上保護 加上密碼 我是建議如果你不確定你這個做的是否成功 你就不要直接按這個 我是建議你直接按什麼 在上面有個偵措 偵措裡面有個主行 或者你直接手動去按F8 因為我發現有些同學直接執行 他錯了 超高 錯在哪裡 因為有時候跑太快了 跑完之後不知道錯哪裡 所以我建議你乾脆按主行 F8 然後你去觀察一下 他的細節 如果哪一行錯 那你就哪一行 那 第一個他清楚 所以你會發現 你當然優標還是可以把這個 滑鼠的優標放在某一個你不知道變數的上方 他會告訴你目前 I等於多少 比如I等於2 所以Sales 列的 C欄 指的是什麼 I列是2 所以意思就是第2列 哪一欄 C欄 意思就是這個 然後做什麼呢 丟一個空的給他 意思就是 把這裡面清空 OK 我們把這個丟給他好了 F8 你會發現 這裡面就變成空的 意思是說我把這個 丟給他 OK 然後Next的意思是說我現在的I 目前的數字 是多1 所以變成C3 C3裡面一樣什麼 丟一個空的給他 所以意思類推 那如果一直往下跑你會把 一直 一直幫你把他清空 那他意思就是一個一個的幫我清空 清空完之後呢 他就跳離了 跳離之後的話 那就是再加上保護 那各位可以觀察一下 如何動態的 這一行意思就是說 本來你必須手動到 這個教育裡面的保護工作表 去做 保護的動作 不過現在 你只要用這一行 什麼事都不用做 他就自動在這個地方 設一樣的動作的保護 這個地方 記得是Protector 1234 執行 請各位觀察一下 上方這邊 馬上會變成取消 為什麼 因為他現在已經 因為這一行的關係 他已經保護了 OK 所以這個地方的話 我就保護了 然後 所以呢你會發現現在 裡面的資料呢 也無法被變更 也無法輸入了 現在是保護狀態 這個地方是保護狀態 沒辦法動 那如果說我今天呢 清除完之後要輸出公式的話 那其實方法都一樣 所以也許你可以 時速來 我是建議你 在還不確定你 程式寫的對還是錯的話 那一樣 有不要放這邊 F8 那觀察一下 其實這一行是做什麼呢 動態的讓他 取消保護 所以意思是說 我到這邊 取消保護 輸入1234 他就取消了 但是呢 剛剛 講的是用滑鼠 跟鍵盤 現在完全不用 一行就可以搞定了 其實就是用 NProtector 取消了 所以你會發現呢 如果這一行沒寫錯的話 那這邊呢 他也就動態的取消 保護 那為什麼要取消呢 因為如果你不取消的話 他這邊 沒有辦法輸出你的公式 到指定的儲存格 裡面 OK 所以這個地方的話 比較重要的是在這裡 那這個地方當然我們就是 也是for i 等於2 所以c2裡面丟什麼 丟那個公式 到儲存格裡面 有沒有 你會發現一個一個 也是一個丟 那這個部分的話呢 就全部把它執行 他就完成了 那 這個後面的這個公式 是 怎麼產生的呢 其實我剛剛講過了 其實呢 他主要是由清除 而來的 所以我上個禮拜有講過 我們是把 清除先寫完 然後複製過來 那這裡面要放什麼呢 基本上呢 我先取消一下 他就是放這個公式 這個公式 把它複製貼過去就好 但是呢 有 幾個地方要修改 哪個地方呢 最容易犯錯的 就是你跟下一個儲存格比對一下 你會發現喔 有沒有 有兩個地方會變動 哪兩個地方呢 這個地方 跟這個地方 其實你可以觀察一下 那這兩個地方呢 意思就是說 必須把這個數字 把它用i 來取代 就ok了 那所以呢 你可以 1把這個公式 複製喔 ok 那這個動作呢 那之前甚至有同學 那從頭打到尾 這蠻配 而且居然還可以正確 那是很厲害的事情 因為這太長了 你用自己打 雖然我雲端上有放 可是我就是 後面沒有貼完 就是希望你用 貼的 複製貼過去改 而不是說叫你從頭 看著我那雲端白板 從頭打到尾 所以1 複製 2的話呢 切到這邊來 把它貼到沿襲時數這邊貼上 貼上喔 再來改什麼 把這邊b2的2 跟這個2 改成i 不是叫你直接把這個 改成i 記得先切開 双一號双一號移到中間 andand再移到中間 加一個i 那and符號呢 前後 加上 空白 意思就是說我把 原來一個完整的字串 把它切成兩段 中間用串接符號串接 放一個i進來 OK 那這樣這邊的話 做完之後 後面的這個2也是一樣 所以你可以把這個複製 貼過來 這樣子的話呢 就大功告成 OK 上禮拜這部分 同學還蠻積極的 我講過啦 其中 期末考試 因為期中考試現在考得太差了 大概有一半的同學是不及格的 所以期末考試 如果你這邊 VBA部分呢 我是把它視為加分 的部分 如果你沒做 但 這個部分的話 你如果沒做 大概OK啦 但是如果你有做的話 我可以深足幫你加分 但如果你希望你分 你為期中考考不好的同學 可以利用這個機會 把這邊都好好學好 我 都會把它錄下來 而且 都會放在YouTube上面 所以你只要願意花一點時間去看 我想應該 你會把這個學好應該不是太大的問題 OK 所以最後做完之後的話 看到的結果就類似像這樣子 應該沒問題啦 所以把上個禮拜重點再回顧一下 記得就是那個細節 那個動作呢 反正你就慢慢 知道說應該從哪邊去切 從哪邊去貼 如果細節 實在是不太清楚的話 那我是建議啦 你乾脆就切到 那個 上個禮拜 影片裡面 應該都會有細部的你可以反正慢慢看一下 我那要講什麼東西 應該都還有 OK好那把畫面先還給各位 上個禮拜的重點 不過至少上禮拜感覺大部分同學都還比較積極 都有在練習 有練習就會發生錯誤 有錯 至少還看到 至少也在動 而且最後好像有些同學下課還沒走還繼續 繼續 繼續留下來 繼續努力 OK 奮戰不屑 而且還真的把問題解決出來 那其實當然這 城市是有趣啦 我是覺得 是很難 但是因為難的關係 所以才會 是有 是有